大娘没说 你一个男子太多事了吗 不是多事 是我的事 以后你需要有人照顾 哥 我是聋子 我是个瞎子 以前你不也没嫌弃我吗 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我 我已经许了人家了 对 我定过亲了 阿牧 秀大哥 你眼睛好了 也该走了 我只是碰巧 照顾了你一段时日 你实在不需要这样的 秀大哥 你也说了 你在家乡是当官的 我配不上你的 下属 秀大哥 我饿了 回家吧 我军已经感应到了灵犀的气息 在东南方七百里外 属下这就去把他抓来 我也去 让黑痴去吧 人是九尘救的 一定要小心 他不会放之不顾 别找了他的斗 是 我 我已经许了人家了 我 我已经许了人家了 对 我定过亲了 秀大哥 你眼睛好了 也该走了 我只是碰巧 照顾了你一段时日 你实在不需要这样的 我 Mini 我 你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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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大哥 你起了吗 秀大哥 我进来了 众号疑心颇重 你在他身边坐了这么久 还没被察觉 做得好 属下只是奉命行事 不敢鞠躬 当年若不是国师 属下早就死了 属下的命就是国师的 无论国师让属下做什么 属下都肝脑涂地 绝无二话 起来吧 是 宝卿公主现在如何 宝卿精神挺好 并无大碍 宝卿公主自幼浇灌着长大 经历的事情少 你要用心照看她 是 你这次来是有其他的事情 要向本座禀报吗 不是 属下侍奉仲号之命 前来寻找魔君需要的那名女仙 女仙 国师 属下听赤壁说 那名女仙是林月的女儿 林月当初翻脸无情 将国师打入天牢 她的女儿 我们该如何处置 不管这女仙是不是林月的女儿 都不能落入仲号之手 有你在仲号的身边 开启赴灵渊已是 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若魔君重返世上 那天下就真的要大乱了 属下明白 属下这次来 也是想抢先找到女仙 好好藏起来 等候国师命令 再新发落 这里没你的事情了 有我在 人不会落在仲号手上 倒是你 没找到人 仲号不会起疑吗 国师放心 属下自有说辞 回去吧 开启赴灵渊乃是重中之重 你留在仲号身边 要万事小心 是 国师放心 血月之夜即将到来 还请国师保重身体 属下在山林界 等候国师归来 蓬津 好